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呀,咱们继续聊这清征准嘎尔达瓦齐步 为了能够一举歼灭达瓦齐步 乾隆皇帝也算是做足了前段的部署 华人这么想的,即便是出兵攻打厄鲁特 也不能让自己的八旗兵啊冲在最前面 那么这个前锋谁来打呢 哎,刚刚归顺的这些墨西蒙古的太纪们 让他们呀,带着本部的士兵去打 这样是最好的 这皇上啊,心里明镜似的 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呢,这事好挑唆 因为比起大清国的国仇来说呀 这些人的心里,他还有家恨 这些人呢,包括他们的部众 有很多人呢,家里边的亲人都死在了 这场墨西蒙古的动荡当中 这大清国呀,只要给他们准备好了粮草 资重马匹,军械后援 这些人呢,不用怎么扇护,自己就冲上去了 可是呢,这种想法再怎么说 那也是乾隆皇帝的一厢情愿 他得呀,把这些太纪招到自个儿跟前呢 把这事儿凿拾了 就在乾隆十九年的十一月底 乾隆皇帝就在壁炙山庄又再次召见了这些蒙古台纪 其中啊,就有前两天归降来的阿姆尔萨纳 还有啊,早些时候来归降的萨拉尔和三车陵 这些人呢,一见到乾隆皇帝又被这乾隆皇帝感动了 为什么呀?因为这乾隆皇帝并没让他们呀 给乾隆皇帝使这个君臣的大礼 而是护士了草原上传统的报奸礼 哎,这咱们插一句啊,说到这个报奸礼啊 我怎么觉得还不如这三拜九寇呢 随着你给尸里这人的地位和辈分的不同啊 这报的地方也不一样 这部位呢,是从这个上至双肩下至小腿 像这些太纪如果见了乾隆皇帝啊 我估计也只能是蹲下来单膝着地的抱小腿 这乾隆皇帝呢,也就是顺势的扶起来 用双手啊,按按这些台积的双肩 我不知道啊,现在在我们家乡那句土话呀 那是不是这么解释 哎,抱粗腿,抱粗腿的吗 反正啊,那不是一句好话 闲篇闲篇,哎,礼仪的问题以后 咱们查清楚了,单门开一起,好好掰上 今儿啊,咱们在这儿不忘身了疤 乾隆皇帝一挥大手啊 就赐了这些太纪王爷的祖 哎,坐着聊得好商量吗 要说呀,这有清一代呀 十二帝,从这个天命含诺尔哈士 一直到这个墨帝宣统 那要是论起鸡贼的呀 那最鸡贼的就是乾隆皇帝 哈,那帝王术耍的呀 那跟那关老爷耍大道似的 这乾隆皇帝就首先发言 说这各位爱卿 既然你们呀,都率部来投靠了大清 那现在呢,咱们就都不是外人 这天朝啊,不能亏待了你们 你们看啊,爵位也疯了 这个年份呢,定的也非常高 并且呀,很快这朝廷啊 就会给漠北和漠南蒙古的诸部啊 下旨 让他们呀,多多的补贴你们一些牛羊牲畜 并且在这克尔沁草原上啊 查哈尔与克尔沁部之间 有一块非常肥美的草场 朕决定啊,把你们的部众都迁移到那儿 离这个张继口也近呢 离这个热河也近 每年这个下手秋险的时候啊 你们来看看朕呢,也方便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这几个胎记呀,互相看了看 滴了滴眼神,还就没敢言语 那为什么不说话呀 那乾隆皇帝这个建议呀 在他们看来呀,不怎么样 哈去,您这漠南蒙古一共才有多的地儿啊 您还要从这个克尔沁和这个查哈尔中间 给我们找一块草场 把我们全都安排在那儿 哎,您上这墨西打听打听去 我们这些部众啊,不论是谁 随便拿出一块小草场来 也比这一块地儿大 再者说了,就在长城边上 哎,您这个朝廷的眼皮底下呀 别闷也得别闷死啊 这性情都也惯了的蒙古汉子 哎,一旦是让他约束起来 吃了喝的玩了乐的 他都不方便啊 这里边啊,要说跟这个乾隆皇帝最亲近的 最招这乾隆皇帝待见的 那还得说是新归顺的阿姆尔萨纳 这阿姆尔萨纳也年轻 胆子也大 于是啊,就鼓了鼓勇气 跟这个乾隆皇帝回奏道 说这个皇上,您就不想 把这个墨西蒙古大片的草场 化归这大清的版图吗 这乾隆皇帝听他说完这句话 这心里就是一乐 不过呀,这脸上啊 他可是没表现出来 乾隆皇帝叹了口气说 哎,谈何容易啊 想当年圣祖皇帝三征噶尔丹 世尊皇帝发兵青海 都是无功而返啊 这达瓦奇啊,他虽然是个逆贼 可是他也没派兵,吸扰我大清啊 这乾隆皇帝嘴里说逆贼两个字的时候啊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扫了一眼这阿姆尔萨纳 这阿姆尔萨纳就是心中一惊 他觉得呀,这个在草原上和达瓦奇干的勾当啊 这乾隆皇帝肯定是知道 于是啊,他决心以后更得苟着点 这阿姆尔萨纳呀,看了看乾隆皇帝说 不对呀皇上 这逆贼达瓦奇在草原上施暴政 可苦了这些牧民了 您看我们这些人呢 原本都是他的朋友故旧 都受不了他的暴政啊 来投奔了天朝 这足以说明问题 这天朝上邦理应就黎明于水火 这就是师出有名啊 再者呢,咱们说句贴心的话 乾隆大皇帝 您如果说得了墨北这大片的土地 也对得起祖宗基业呀 这墨西一旦平定以后 至于我们回到墨西草场 也省得呀 给这个墨南、墨北、蒙古 带来这个放牧的压力 您看,这个躺着大兵出兵墨西 这不是一举己得的好事吗 听完这阿姆尔萨纳这几句话之后 这乾隆皇帝又叹了口气 哎,既然咱们都是家里人 这关起门来呢 咱也不说外头话 自先帝推行新政以来 直之镇登基 这几十年当中啊 要说钱 大清国呀 确实是积攒了一些 打这种仗啊 打个三五十次的 我看是不成问题 括号 乾隆皇帝这句话吹没吹牛 我不在这儿给您解释 您自己去悟 可是啊 您也知道 这金川战事啊 刚刚结束没有几年 八旗兵丁疲累 再者呢 虽然这八旗兵丁啊 各个骁勇山战 哎 实际上啊 这会儿这八旗兵啊 各个都软弱的不行 已然开始提龙驾鸟了 朕和他们呀 都如兄弟一般 都是奇人 虽然有主奴之分呢 但是啊 这朕也不好 动员他们 放下自己安逸的生活 替朕出兵去打仗 你们看没啊 这主要是 没有那么多的兵力 这为难呢 哎 就为难在这儿了 这帮台积一听啊 哎 这乾隆的话口有松痛 立刻就把话接过来了 这皇上这事 您不用操心啊 您要是攻打这个墨西蒙古啊 臣等愿做先锋 乾隆皇帝说呢 你看你们这 生人生面孔的 恐怕呀 很难指挥的动 八旗兵丁吧 这会儿啊 别人还没说话呢 这个萨拉尔啊 挺前一步 跟这皇上回奏道 说皇上 这事您不用操心 我们不用带八旗的兵丁 只要啊 天朝给我们提供 马匹 军械 以及也能够供应商后援 我等啊 就率领本部人马 就杀回到墨西蒙古了 这乾隆皇帝听完这些话之后啊 实际上这心里啊 已然美开花了 可是他脸上不能带出来 不是 他简直说 这合适吗 这个啊 这帮台积听完之后 呼噜噜跪倒了一片 跟这皇上说呀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皇上 这您算是啊 帮了我们了 我们呀 要是拿下这个墨西蒙古之后啊 世世代代归顺大清 哎 那块地方永远是天朝的国土 这乾隆皇帝一听这话 也站起了身 和这帮蒙古台记说呀 那既然这样 咱们就联合出兵 一举评判 准干儿 哎 要说这书说到这儿啊 今天这段书 甭管长短也该结束了 不过谁让我嘴欠呢 昨儿咱们不是说了吗 今儿得聊聊啊 这乾隆皇帝为了备战准尔啊 给这个八旗兵 乃至这些帮忙的蒙古士族 发奖金的事 哎 这叫奖金吗 实际上这个 它不叫奖金 这叫什么呀 它有个正经的名字 叫制装费用 哎 自命意思啊 就是打仗之前的朝廷发给你钱 让你去制买装备 对对对对对了 您就想起那木兰茨来了吧 可说呀 这八旗兵早年的时候啊 在关外 它没有制装费用 哎 政府不发 一旦有了战事 你啊 得自己掏钱 去这个东市买刀西市买马去 哎 那有人说 这不是疯了吗 给国家打仗 然后这刀马弓箭 还得自个儿买 这事听着怎么 听着怎么 这不说理了 这个 不对 这便宜的在后边呢 那会儿出去打仗 这八旗兵 得了什么战利品 抢了什么东西 归个人 说是纯归个人的 也有点亏心 哎 交到旗主那儿 然后旗主再给分 反正是多抢多得 少抢少得 可是要说啊 您怀里揣着一对金镯子 一对金尔钳子 谁知道就不是 如今不成了 已然是乾隆朝了 这八旗兵是政府军 讲究的是出师有名 不能出去啊 就随便再抢别人东西了 所以说这八旗兵丁啊 自此啊 就有了奇想 这奇想是什么呀 就是八旗兵丁的工资 这回决定出去 打这个墨西蒙古啊 乾隆皇帝 决定给满朝文武 以及所有参战的士族 在原有工资之上啊 通通的都要发奖金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一啊是为了 撞自己的军威声势 二呢是全国上下启动员 也让这些官员士族们 都清楚这场战争 对大清国的重要性 那么这些士族 平时的奇想啊 这政府给开多少钱呢 哎 搁到乾清那会儿啊 这奇想它叫凤路 您别小瞧这俩字 这凤啊跟路啊 它不挨着 这凤是什么呢 银凤也就是钱呢 当然清朝那会儿 银本位 所以就是银子 这鹿呢 叫鹿米 也就是说啊 您要是给这个大清国当兵啊 是个八旗兵啊 是既发钱也发米 那么这个钱怎么发 米怎么发呢 咱们先说这个京旗 也就是在北京当兵的人 哎 咱们在这只说兵啊 咱们不说官 亲兵前锋护军领催 做弓箭的头和铁匠头 每月啊 支银四两 马甲也就是啊 骑兵 工匠和这个二等铁匠 还有炮手 月支银三两 这些人呢 每个月这个月银以外呀 还有鹿米 这鹿米是按年算的 哎 可是发鹿米是按四计算 也就是说啊 这一年啊 发四回米 那么这每年一共发多少呢 这些人每年啊 是四十六胡 大概就合到啊 二十二弹 二斗 再往下说啊 就是二两的公司 这是什么人呢 就是爱郎 布军领催 铜匠 三等铁匠 和这个石锡炮手 哎 到了布甲和养育兵啊 就是一人一两 这些人呢 这粮食减半基本上也就是二十二胡米 上下差不了太多 他为什么还得说上下差不了太多呢 因为呀 他都是容积单位 他并不是这质量单位 所以说呢 这上下是一定会有点误差的 我这呀 就是简单的跟您聊聊奇想 咱们要往戏之聊啊 那咱们哪天咱们单开书 那这乾隆皇帝出征准干尔 给这些官员士族多少奖金呢 那可真正是不少 不过这具体数额呀 咱们还得明天再聊